蜘蛛侠夹着屁股跑到厕所 顿时吓了一跳 马桶上竟然有把雷神支锤 他顾不了那么多 走到近前伸出右手 可刚一用力 顿时传来一阵响声 他急忙捂住屁股 憋得他赶紧躲进安全屋里 开始大声求救 绿巨人听到声音后 从浴缸里坐了起来 急忙来到厕所 他不停地大吼 然后一转身 放了个绿色的屁 锤子就掉了下去 蜘蛛侠健壮 非常兴奋 可高兴没两秒 屁股一紧 急忙推开绿巨人 以屁股坐到马桶上 第二天一觉醒来 刚要去上班 发现衣服上多了把锤子 怎么又是这玩意儿 他非常生气 可用出吃奶的力气 就是挪不了地方 无奈之下 只好向绿巨人求助 只见他伸出左手 竟然戴着灭霸手套 然后打了个响指 一阵白光闪过 锤子就成了粉末 你说雷神会不会找他算账 下班回家后 蜘蛛侠刚爬上楼梯 发现门被挡住了 怎么都推不开 把头伸进去一看 下面还有把锤子 这下傻了眼 只好请出绿巨人 他打开柜子 不停地锤着胸膛 积攒愤怒指 小手轻轻一提 就把锤子挪到旁边 你说他厉不厉害 玩了会儿游戏后 才想起晚饭还没吃 披萨还在外面 他急忙跑出去 却发现披萨上 还有把锤子 不出意外 他根本挪不动 绿巨人跑下来后 费了半天劲 也没抬起来 他非常生气 用力一掀 锤子飞了出去 披萨也没能逃过一截 没办法 只好吃速冻牛排 可刚端到屋里 发现桌子上有把锤子 而刀叉就在下面 他费了半天劲 才把刀子抽出来 可弄叉子时 用力有点大 叉子竟然弯了180度 这也没办法 只能凑合用了 吃完后看了会儿书 有点困了 想去屋里睡觉 没想到床上 还有把锤子 雷神到底有多少锤子呀 没办法 只好叫绿巨人帮忙 不出意外 锤子被轻松抬了起来 正当两人兴奋时 绿巨人一个没注意 锤子敲到蜘蛛侠脑袋上 他站立不稳 晃晃悠悠倒在床上 晕死过去 吓得绿巨人赶紧跑路 由于家里锤子太多 绿巨人每天都拿着他们练肌肉 只要点了赞和关注 你也能力大无穷 那么问题来了 雷神为什么要折磨蜘蛛侠呢 蜘蛛侠捂着屁股 来到厕所里 没想到马桶盖上 有把雷神支锤 他忍着屁翼 双手一用力 就冒出一股清流 积伞半天能量后 还是拿不动 掀盖子也没用 随后又流出一些 他捂着屁股 痛苦的挣扎 最后还是放弃了 因为看视频 没点赞和关注 最终无力的 瘫坐在地上 晕死过去 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洗裤子 可晒屁股时 突然接到求救电话 他急忙起身 这会儿衣服已经晾干了 可上面有把雷神支锤 他用出吃奶的力气往上拔 无论怎么用力 就是拔不动 又拽起了衣服 把裤腿往肩膀上一扛 可怎么都拽不动 还摔了个狗啃屎 无奈之下 只好穿上绿巨人的衣服 不过也太丑了 他不敢这样出去见人 于是穿了件备用的 还把自己包裹起来 可再次出门时 门却推不动 把头挤出去一看 门被锤柄挡住了 他推了好几次 锤子能就门丝不动 只好从窗户里跳了出去 然后来到门口 看到大锤子就来气 只见他伸出左脚 用力一踢 下一秒 脚上就起了个炮 疼得我赶紧躲进安全屋里 半天后才缓过来 他来到院子里 想开车过去救人 可刚打开车门 就看到座位上有把雷神支锤 气得他不停地扬天嘶吼 然后用出吃奶的力气 可无论怎样 锤子就是门丝不动 他想试试这样能开吗 不料锤柄各屁股 这次他彻底放弃了 眼看时间越来越少 只好徒步跑了过去 回到家后 想玩把游戏 可笔记本被锤子压住了 还是一样的结果 怎么都弄不下来 只好用淘汰三年的苹果 可玩了一举后 有点口渴 于是从冰箱里拿了瓶可乐 回来一看 这个上面也有一把锤子 谁能告诉我 雷神到底有几把锤子 我觉得他之前肯定得罪过雷神 这才有此一劫 小伙刚走进女厕所 旁边就出现个白色身影 他一步步朝厕所走去 很快来到门口 却没有进去 而是在旁边受诛带兔 半天后 男人上完厕所 洗了下手 刚一转身 就看见个白色怪物 吓得他赶紧点了赞和关注 这才逃出魔爪 原来他就是传说中的八尺大人 身高八米 骨瘦如柴 喜欢穿白色衣服 常年住在隧道里 这天几个年轻人不顾指示牌提示 进入隧道中探险 突然他们挺住脚步 发现黑暗中有个白影 八尺大人踩着高桥 慢悠悠地追了上去 几人见状 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往回跑 这才见了一条命 不久后 一对小情侣在隧道里约会 可走着走着 突然看到前方有个高大的白色身影 他们大叫一声 转身就跑 难得速度就是快 把女友远远落在后面 幸好两人都没事 听到消息后 更多探险者来到这里 可无一例外 都被吓跑了 最后派来两个FBI前来处理 吓得八尺大人跑了出去 守在厕所门口 可小伙看到他后 转身就跑 到嘴的肥肉就这样没了 然后来到马路上 正巧有人夜跑 可看到八尺大人后 小伙的速度明显快了三倍 在外面逮不到猎物 他又回到隧道里 这时一对情侣经过 看到八尺大人后 小伙转身就跑 女生则捂住头 蹲到了地上 吓得差点尿出来 八尺大人趁此机会 快速跑了过去 很快来到女孩面前 她的下场可想而知 如果给你个机会 你敢去隧道里探险吗 天上有个美女正急速下坠 男人看到后 快速爬了起来 终于在最后一秒伸出双臂 接住了美女 因为看视频点了赞和关注 两人这才没有受伤 原来小美不是人 而是一颗炸弹 见小帅不相信 她解开衣服 露出胸前的定时器 只要到了十二点 就会发生爆炸 小帅顿时瞪大双眼 还想伸手摸一摸 看看是真的假的 随后把耳朵凑了上去 听了听 小美说这是末日闹钟 只有心跳时 指针才会转动 爆炸后才能完成任务 当他们拉手时 顿时心跳加速 小帅定睛一看 秒针果然动了 为了走得更快些 小美主动把头凑了过来 这下速度快了好多 之后他们一起坐过山车 玩旋转木马 骑高空自行车 一起拍合照 就跟情侣一样 时间果然前进了很多 玩累了 就在河边休息下 不过天气非常热 一滴汗水滑了下来 落到地上后发生了爆炸 把小帅吓了一跳 见他这么害怕 小美故意擦了擦汗水 往小帅脚下一甩 就发生了连环爆炸 原来他的身体 有超级硝酸甘油构成 原子弹在他面前就是弟弟 如果他发生了爆炸 整个日本就没了 而身为炸弹 必须完成自己的使命 一听自己会被炸死 小帅不干了 说要死你自己死 不要拉上我 小美听了非常伤心 一滴眼泪滑了下来 顿时发生了大爆炸 幸好小帅没有事 随后他就跑远了 小帅急忙追了过去 半天后才找到小美 看着下面的美景 他说 活着很累 会有很多痛苦 我要永远记住这一刻 说完撅起嘴 闭伤了眼睛 小帅把持不住 就要亲上去 此时时钟急速旋转 眼看要到12点了 突然速度放慢 小帅后悔了 扒开衣服一看 就差5秒 可惜动力不足 没法前进了 小帅说 我有女朋友 咱们不能这样 女孩听到后 非常伤心 不断后退 心结打开后 挥了挥手 一滴眼泪滑落 掉到地上后 小美变成一股烟 就消失不见了 与此同时 病床上一个女孩 也没了呼吸 不久后 小帅收到一个礼物 正是那块末日手表 原来小美一直暗恋着她 毛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